平時在電視就見到法拉多了 想不到今次在一個電台活動中 竟然見到她唱歌 今次是她第一次公開獻唱 表現都頗鎮定 你無緣無故做了歌手 我想很多人都很詫異 有傳你的唱片公司的幕後老闆 是你男朋友 是真的嗎? 都不分事 每個人都沒有份 總之可惜的人都沒有份 所以我是一個TV愛媛傳媒唱片公司的一個小歌手 所以完全沒有這件事 所以大家不會 另外還有傳者安琪會加盟來唱片公司 那你們兩個不就是爭做一 我看得很溫馮的 我是一個新人 我是所謂的 根源 我也是一個新人 我完全當自己是新人 很漂亮 做你表演 而且我覺得每一件事 都是真的 真的有好演戲 那時候是一個 她一次演戲 所以我就想你別人這樣唱